你一定想不到 刁蛮公主的原定男主 其实并不是苏友鹏 而是谢霆锋 而苏友鹏能出演刁蛮公主也是另有原因 当初刁蛮公主开拍时 谢霆锋刚刚凭借花无缺一角 而迅速爆红 那一袭白衣 一手玩纸扇的景象 不知俘获了多少少女的芳心 刁蛮公主的导演也因此 向谢霆锋发出邀请 奈何谢霆锋当时正准备出唱片 最终还是婉拒刁蛮公主的邀请 于是导演片盯上了 同样饰演花无缺的苏友鹏 不仅照版的绝带双交 比谢霆锋更经典 而且刁蛮公主中的主演张纳拉 和助理也都是她的粉丝 于是剧组便向苏友鹏发出邀约 虽然苏友鹏的档期很满 大家还是二话没说 立马接下来这部戏 其中的原因就很简单 这部剧的幕后班底 就是倚天屠龙记的原版人马 苏友鹏是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 我觉得也很难得 就是这个戏是 整个幕后的班底 是倚天屠龙记的班底 值得一提的是 叼完公主之后 苏友鹏再也没有演过古装剧 江湖从来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人情是故 不过苏友鹏很快就传到了苦头 因为这部戏的女主角是张纳拉 她是一个中文很蹩脚 只能用韩语演习的韩国女演员 苏友鹏根本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但还要演出一副很入戏的样子 这就需要她不仅把自己的台词背熟 还要把对方的台词也一起飞下来 只有这样才能在对戏时精准接上戏 而苏友鹏为了演好皇帝的身份 也做了不少的功课 在市装拍照的时候 苏友鹏这心料皇帝还有点不适应 并表示 以前演戏总免不了对皇帝三口九败 现在穿上皇帝的新装 还习惯性的想拱个手什么的 后来意识到自己是皇帝 终于可以随心所欲了 苏友鹏万万没想到 因为他出演刁蛮公主 剧组几乎省了女主的片酬 当初导演在挑选女主时非常纠结 因为这部剧收视率的好坏 几乎全看女主的表现 毕竟一看剧名 就知道女主的戏份很重要 而这部剧的制片人邓建国 恰好制作了格格要出嫁 以及怀孕公主 所以当初这部剧已经播出后 大家纷纷感觉 剧中的刁蛮公主 总是有一些小燕子的样子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时候穷瑶的还珠格格火了之后 整个娱乐圈纷纷开始模仿 所以说各式各样的格格都横空出世了 不过要想模仿还珠格格 又想要有自己的特色 那么在女主的选择上 就尤其重要了 让导演没想到的是 在苏友鹏这个男主敲定以后 泡菜国有一个演员 居然毛遂自荐 他就是当初有 韩国小天后之称的张纳拉 原来张纳拉和他的经纪人 都是乖乖扶苏友鹏的粉丝 于是张纳拉整个团队 为了能和苏友鹏合作 在片酬方面可以说被一再打压 最后张纳拉以极低的片酬 才拿下了这部剧的女主 等正式开机拍摄的时候 虽说两人的语言不通 但是对于已经有 跟韩国人搭戏经验的苏友鹏来说 合作的时候还是非常顺利的 就这样 在苏友鹏的引导下 张纳拉也慢慢的进入状态 尤其这部剧自从上线以后 就一直好评如潮 张纳拉所饰演的小龙虾 凭借着机灵可爱张扬的性格 让他在国内圈了不少粉丝 甚至有一段时间 小龙虾成了他在国内的代名词 可以说就是不少青少年 难以磨灭的青春回忆 如果当初能够谨言慎行 估计现在也是一代天后 张纳拉可能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随口说的一句话 竟然断送了整个演艺生涯 2006年 张纳拉凭借刁丸公主 一夜红头大家南北 当年这部剧到底有多火呢 毫不夸张的讲 电视剧一上线 就火别大街小巷 在当年的收视率 仅次于抗日剧亮剑 不仅在电视台一轮又一轮的重播 就连卖光盘的都借其大赚了一笔 剧中的各位演员 更是凭借此剧 走上了事业的巅峰 尤其是女主张纳拉 可谓是红遍了中韩两个国家 不仅成龙亲自邀请她参加演唱会 还成为了北京欢迎你MV 唯一的国外选手 甚至还担任了火炬手 只可惜她不知道珍惜 把自己的大好前程都做没了 2004年 张纳拉凭借一部《淘气少女求爱记》 成功在亚洲地区打响了知名度 看着张纳拉爆火的势头 巨星公司迅速出手 和她线下了一年的合约 而刁蛮公主 正是巨星公司投资出品的 作为投资方公司的艺人 可以说刁蛮公主这部戏 就是为张纳拉量身打造一样 当然公司也不会碰没实力的花瓶 张纳拉的演技非常在线 性格活泼可爱 非常的讨喜 就算放到现在看 也不觉得焦肉造作 甚至可以秒杀很多所谓的煞白天 想来以她的热度 如果不是当年口无遮拦 说出那句没钱才来中国的错误言论 星途应该会非常坦当吧 你觉得张纳拉被封杀 是不是活该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